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和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再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玛撒 那时 你们的祖宗是我 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世代 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 我在怒中启示 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过去以色列人刚出埃及 在旷野漂流时 不但不感激天父的带领 更频频抱怨 吃的 喝的 不够丰盛 整闹不休 这样的心态 最终导致他们无法进入应许之地 诗人提醒大家 务必要记取这个教训哦 亲爱的朋友 当我们忘了感谢 就会越来越难满足于我们已拥有的一切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练习吧 感谢天父这一周以来的扶持和供应 使我们有喜乐 有满足 也求天父重新赐给我们柔软的心 为生命中的一切感谢天父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 每天都够我用 也求你不断更新我 赐给我一颗柔软知足的心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祈求 阿们 制服你拥有一颗柔软知足的心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Assassi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